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 中国女排迎战小九赛第一个对手越南队 周婷被主教练郎婷排进了首发阵容 2014年周婷因为参加试剪赛 做过了同时举行的人串亚运会 四年后周婷迎来了亚运首秀 我觉得跟奥运会挺类似的 因为跟其他比赛的 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们试剪赛或者世界杯 它都是一个队女排 然后出去 我觉得不像现在一样 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块 首局比赛周婷没有承担过多的进攻压力 丁霞将球更多的分给了龚翔宇 两人配合默契 一度连续三次完成扣杀得分 中国队25比11拿下首局 主要目的要是顺一顺整个队的节奏 然后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准备 然后大家有球都打一些吧 第二局 周婷开启自身的进攻砍分模式 仅仅通过发球卡轮 她就为中国队连得四分 越南女排整体身高比中国队矮了半头 当周婷转到前排 她三米二七的扣球高度 可以轻松完成超手 周婷的这两次扣球就是最佳写照 25比15 25比13 中国队3比0击败越南队赢得开门棚 整场比赛 周婷19次扣球 贡献了14分 进攻效率高达74% 周婷的依传也很稳定 整场比赛 郎婷对多个位置进行换人调整 但周婷始终被留在场上 周婷也调皮的开启了玩笑 可能是不能一下换那么多人 可能会交替耳轮换吧 大概这个意思 我们配得比较默契的 但是你换一个新的地方 还有一个新的气候 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点适应 然后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 我觉得可能后面会越来越好 我主要想让她也适应适应这个场地吧 因为后面更重要的比赛 她应该承担更多的进攻任 第一场亚运比赛 无论对朱婷还是对队友们来说 更多的都是在适应 那么站在狼指导的角度 她对各个位置进行轮换 不过三局比赛 始终把自己的MVP留在场上 而最终朱婷也用出色的表现 回报教练的信任 带领中国队获得亚运会的首场胜利 央视记者雅加达报道